如果說假設突然你老闆說要跟你要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就是說呢 希望你幫忙統計出你客戶裡面哪一個這個年齡層佔比最高 OK然後呢也許甚至他也會希望說你比較一下 這個月跟上個月跟前幾個月 每一個月到底哪一個年齡層佔比是在成長的或者在衰退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那個視覺的畫的圖把它做出來 其實說真的你自己也很清楚一莫了然 那如果說你今天用一堆數字給他 他會覺得哇很頭痛你幹嘛給我這些東西 我要看就給我圖就好了嗎 你給我一大堆的數字你真的是讓我這個更頭痛嗎 你告訴我結果就好了吧 現在其實大家都希望簡單明瞭快速 OK所以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像第一個你如果說像我們剛剛做這個 第一個你就是你一定要先產生 這一個欄位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特別注意 你產生完這個欄位之後 其實我上面兩列是把它刪掉 因為其實一般上面我是另外再複製一個 這兩列其實是不需要的 只是因為我們這個是範例 上面有一些說明 你可以把它刪掉沒關係 不然的話其實理論上不應該有這兩列的 然後我把它刪掉 不過刪掉之前我是把它複製 Ctrl鍵按住拖拉 複製一個 再來 變成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 我們剛剛各位應該有看到就是說 我前面有講過用Value轉型 那其實為什麼要轉 如果你不轉的話 基本上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他裡面放的資料 是文字 那怎麼知道是文字 是不是文字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判斷了 對其方式一看就知道了 那其實理論上 假設年次一定是個數字 那如果你給他一個文字 將來你要做統計就會失敗 因為 文字 他不具備有數字的那種 就是 判斷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假設 你今天要篩選他 或者是說 我剛剛講完 你可以用篩選 或者你可以透過像樞紐分析表 那不過你要做這兩件事情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形態對不對 形態如果不對 一定要轉型 一定要把它 先轉換成什麼呢 轉換成那個 就是 對的形 他怎麼轉換 第一個 這個現在如果是 文字 那我如果要把它轉成數字的話 很簡單 前面好像有講過 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這個 文字類的 最後一個 叫做value 這個函數 這個value的函數 底下有說明 將文字 資料 轉換為 數字資料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以後 這很重要 這非常重要 因為 以前有蠻多同學問我問題 我都發現他們搞不清楚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也許 兩邊 比如用value函數 比對之後他說 老師明明對呀 為什麼我一比就不對呀 這什麼出錯找不到 我說明明他是文字怎麼 你來源是數字 兩邊本來就不match 你怎麼比都比不出來 那怎麼辦 你轉型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 很多問題都出在 你眼睛看到的是 數字 但實際上 他是文字 OK 那一般是因為 你如果是用文字類的函數 所做出來的結果 那當然也就文字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對齊方式一定是靠左對齊 有沒有 你如果是靠左對齊 如果預設 除非說你自己去把他靠右對齊 如果現在把他靠對齊 他會不會靠對齊 他也會靠對齊 不過這個是你後來做的 我說你原來沒有去動他 他是靠左對齊的狀態 那基本上他文字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特別說 因為我們剛剛是TEST減下 然後再放在LAPS LAPS外面如果還在包一個Value 我的習慣反正就是 一 先把公式選取 不包含等號 二 把它剪下來 然後再做什麼 插入那個 我們文字類的這個函數 最後一個 Value 然後做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就OK了 你不用管 貼上 然後按一個確定 那 最大的差別 其實你可以看 上面是 你給他的 是有雙引號 下面呢 是 沒有雙引號 OK 這個是形態的轉換 這件事情 其實看起來不重要 看起來沒什麼 因為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變化 但是 這個有時候 我發現很多 很多人 每天就卡在這個地方 也不知道為什麼 OK 問題就出在 轉型的問題 對齊上面 按確定 然後他最大的變化 馬上靠優對齊 你根本沒有靠優對齊 原來他裡面就放一個數字 這個時候拿來做 向下填滿 那最大的差別是說 你在利用什麼篩選的時候 他上面這邊會顯示是數字篩選 但如果你剛剛沒有轉型 他這邊叫文字篩選 OK 文字是比對的 數字才是比大小 如果你要比大小 比大於多少 小於多少 那你一定要用數字 不然你沒辦法做數字 OK 數字才能做大小的比對 文字不行 OK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地方這些都是 小細節 卻是大關鍵 OK 做完之後 如果說我今天要篩選 某一些年次的話 當然你如果 這邊你可以用數字 那當然你可以下條件 假設要 找出什麼呢 找出青年級升好了 那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介於也可以啊 介於什麼呢 如果他應該是大於等於多少 青年級升應該大於等於70 那小於 應該是小於吧 小於多少 小於80 OK 這樣子 來按確定 那我們的資料基本上就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我都七年級升 那你就可以把這邊呢 重新 歸類 這個方法 但是 這個篩選啊 他沒有辦法幫你統計出 到底幾個 有沒有 他只 所以篩選得到的結果就是 你要的資料在這裡 那可是問題如果說你今天是要算 裡面 的個數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你用一個函數叫countif countif OK 這邊有一個叫差弱函數 不過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在統計類裡面 會有一個叫countif countif函數 用這個函數來做 這個count就算幾個 一幅的條件 如果 是70 70到80之間 他幫我算一下 裡面有幾個 你可以用countif 但如果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 不要用那個方法 我們先把篩選取消掉 如果說呢 你不用那個countif 之外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 應該都有用過吧 樞紐分析表 在seal裡面 當然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這個 這個很多時候 你要做簡單的報表 用這個就OK了 但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幫我 做出 類似像剛剛 這樣的一個 報表 就是 5年級生 兩個 6年級生 41個 7年級生 57個 總total 100 總數 那我要 怎麼產生 我的 這個結果的 表格 跟我的這個圖 基本上呢 你可以利用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 圖 而且 大概只要 不到一分鐘 結果就OK了 但要怎麼做 OK請各位先試著把我剛剛講的 所以剛剛我多講一個value 所以你這個value一定要 會 再來的話試試看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利用樞紐分析 表跟樞紐分析圖 來幫我做出像剛剛看到這樣的結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剛剛沒有切 OK 切完給各位試一下